最後一個我們請 Gesley 大家聽到嗎 對 那 Slide 太同樣帶 那我今天來講就是 明明這就是夠聚會 所以大家就不用go的present來做這個簡報 我之前跟一個有聊過 所以就想說就來教大家一下大家的網址的簡報 這些簡報其實還蠻簡易的 格式蠻簡易的 認為一下應該沒有人不知道go有出一個present的工具吧 大家都知道嗎?高雄有大家都知道嗎? 我就猜大家應該是沒有時間去學 所以就不想寫 其他present點比較複雜的只有它的present領域 它需要一個tormator比較領域 它就是你的臨碼比較實態 你的臨碼是在present 它們可以有個復標 你再把這個present給它一個時間 你可以上tag的也不上tag 然後再就是你的講者的一些information 最下面那個它是它上面它特別就是你的名字的可能一個position的工作室 然後一個email 那你的個人頁面還有一個cult 那這些它就會幫你每次都用花紙 那長出來會是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我們可能會有一些大的 就是一些比較大的大標準小標形 那在present裡面的話就是你可以用開頭帶信號的網址 一個信號是打標 一個打標的話代表 當你出現打標的時候就代表說我現在的present是一個新的page 那引用網頁 你在present裡面可以去引用一個網頁 但是因為我現在放在那個appspot上面 所以我先 我知道是gotox的appspot不是源於vcote的html 但是你如果是local跑present這個comment的話是可以引用HTML 那再來是圖片 圖片的話它是.dm去開頭 那給當你 那之後你可以take它的長根長度跟寬度 那你可以只給它 長寬度可以只給它一個數字 另外一個數字給underline 那它會自動版做scale in的小度 好 第二個沒有用 那再來是你也可以在這裡用影片 那如果你的影片是local的np4的話 np4或是其他格式 你也可以去引用一個youtube 你用youtube的話就是你可以透過iframe去引用youtube 它有提供一個embedded的網子給你 這是我自己打Duck收的記錄 那link link最簡單就是 點link 開頭 那給它的url 然後再來是它的label 那go-precent 其實最大的 跟其他的precent 比起來最強的就是 大概就是它可以很好的去 display 它的go 自己的code 甚至你可以在網頁上去執行它 那用法的話就是你可以去用Duck 用點code 點code 然後去指定你的程式嗎 那在這個之後你可以指定說 我要顯示哪個區間 就是在你的code裡面去帶去下一些comments 那在你的code 點code的第三個參數這邊呢 去帶來講說我可能要指定從哪一段開頭到哪一段結尾 它是用Regular description去做的 點code 的話它還可以做 你可以做線上編集 你可以做線上編集 比如說我可能 code 我可能demo 的時候我可以稍微做修改 那這個的話就是你在點code裡面加一個 editor 參數就可以吧 再次加航號 然後可以第一到這裡 前面其實都沒有highline 那這邊 我有加個highlight 那 可能要看一下 你好 那我原來是蠻能長的 在我需要highlight的欄後面 加上一個highlight的comments 那你在用code的最後一個參數再檢查 我要把我指定的highlight打開就可以了 然後是go the playground 那就是 我都demo就是你都把code包含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去跑 跑一些簡單的demo嘛 那像這個是一個產生 簡單產生亂出自竄的 的方法 那就是像這樣 大家可以跑 這個看不到 那我忘記開editor 如果你有開這個play的話 你可以像前面你code的 你也可以開editor 你也可以拔開場子 所以意思是 如果你開editor的話代表你cubes 在demo的時候現場修改你的code 那實際上都在尋找 那我忘記開了 那因為這些東西其實還蠻簡單的 所以我下午有帶來做的 那就是現在看到這個簡報 是我下午把它放到那個 PoEvage影片上去的 那其實要做的事情很簡單 大概就是你去找到 去找到那個 GoLand官方的 GoLand官方的那個 那個tools tools下面的command的present 把這個資料夾複製到你的 GA1的發覺底下 那結構大概長這樣 就是你的發覺下面有個present 然後像我一樣把slide在這邊 之後編輯GA1的app Apple的yaml 那設定的話這些都是 官方上面都有講解設定 然後最後把deploy出去就可以了 當然你要記得先開絕一塊 長出來就會是 長出來就是跟你LOCAL在跑一樣 那你就是可以再選擇的sign 那當然如果你不想要設定為這裡去 物體屬的GA1的話 可以用我們剛剛提到的 goTalks的apps.apps.apps 那它的用法是你把你的slide放去github上面 然後它有的格式 就是你的githubber 拿著owner 跟你的quadget 然後最後是你的檔案在的那個slide在的位置 但使用這個也要小心因為它限制會更多 其中一個就是它待遇需要時間 現在是因為它 我一開始上傳的版本是爆炸的 可是它好像我剛剛在那一隻poke它 所以它爆不更新 可以看到大部分的公司就可以了 最後是我們是一間gothmo seeker 的公司 那我現在還在真的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寄履歷 寄履歷或者是發那個slide的訊息給我 謝謝 有沒有問題嗎 已經公信過了 我們公司的目的是在解決說要去解決microsoft 現在去問題的microsoft的成本太高 那我們要去解決microsoft是它之間的溫水和溫水 這樣就在解決的問題 高雄人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沒有 那我們就謝謝Gothlin 那其他还有 有的人忽然很想讲的啊 好啦 现在9点38分了 我本来是很想讲的啊 不过看有点晚 我留下一次啊 其实我有蛮多talk可以讲 好那 接下来下一次 我们应该是年前的最后一个礼拜 基本上希望那个礼拜